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下午的三点钟 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清场了 刚才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 就把这个包括天安门前边 天安门广场上所有人全部清出去了 就在清出区的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北京这边就下起了大暴雨 特大暴雨可以这么说 你看看这个天上的乌云 这还是这个雨已经停了 现在已经有半个小时左右了 你看这乌云还有多大 哎呦我天呐 刚才那狂风暴雨啊 就刚才那树啊 就这些树啊 有很多那个枯枝都被打下来了 哎呦我天呐 那雨真的捞大了兄弟们 我觉得刚才清场真的清得太及时了 你要是如果不清场 天安门广场这边 天安门这边这么多人 你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这个清场确实很及时啊 啊你看看这个积水多少啊 这还是刚才清了很多积水啊 是不是 你看这边也有这个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在除积水啊 所以刚才那个雨真的老大了啊 确实这个刚才雨太大了 哎呦我天呐真是 你们真的可能没有经历过啊 啊这个这雨真的太大了 如果这场雨说实话啊 如果就是说时间持续的长一点 哪比去年7月份啊 就2023年北京7月份 门头沟的暴雨 我估计我感觉还有大啊 就特大暴雨刚才 但是啊只是时续的时间也就是个半个来小时啊 时间并不长 这是大概雨停了半个小时了 所以这广场上人还不多啊 你看那边天安门广场这边还有一些啊 放礼炮的工作人员啊 呃这是 那是还有电视台的吗 这是应该是电视台的感觉 笑的啊 呃今天北京天安门呃这里啊 有很多这个国外的领导人来中国啊 访问啊 你像有阿联酋埃及啊 还有这个啊 叫啥来着 我也想不起那几个国家了 反正有四个国家嘛 啊来北京这边访问啊 所以天安门城堂前面呢 有很多啊 这些外国国家的国旗啊 啊看看啊 还包括 天安门广场这边也是啊 喜欢朋友们 那今天呢 咱这个视频呢 就聊到这里啊 再见啊 拜拜